列王纪上和列王纪下 在圣经中列王纪是两卷书 但最初它们是一个整体 列王纪上下记载了萨姆尔纪之后的历史事件 大卫已经统一了以色列各支派建立了以色列国 神应许弥赛亚君王将从大卫的后裔而出 他将在万国中建立神的国度 实现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 列王纪上下记载了大卫后裔中诸王的生平 但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能实现神的应许 事实上恰恰是他们把整个国家带进了堕落之中 这两卷书由五个主要活动构成 两卷书的开头和结尾都集中在耶路撒冷 书中一开始讲的是所罗门登基并建造圣殿 最后以耶路撒冷被毁作为结尾 以色列民被赶到巴比伦流亡 本书中用三个中心段落来讲述导致这一悲剧的原因 解释了以色列如何分裂成两个对立的国家 神如何拆遣先知几次三番的阻止百姓和君王的堕落 以及以色列的罪恶如何让流亡成为不可避免的结局 本书开头两章记载了年老体衰的大卫要把王位传给儿子所罗门 大卫临终对所罗门说的话跟摩西 约书亚 萨姆尔临终时的嘱咐差不多 都是教导后人要遵守与神所立的约 单单忠于以色列的神 但接下来为了巩固新的政权 大卫和所罗门密谋了一系列的政治暗杀行动 这让大卫前面的临终嘱托听起来很空洞 这并不算是一个好的开端 所罗门最辉煌的时期 就是他向神求智慧来管理以色列百姓的时候 还有是他完成了父亲大卫一直以来的梦想 为以色列的神建造圣殿 作者特意在这里停下来 详细描绘了圣殿的设计 就像律法书所描述的 会幕中所有的黄金珠宝和对天使果树的描述 都象征着伊甸园 那正是天与地合一之处 在那里神与自己的百姓同住 然而所罗门建成圣殿之后没多久 他就做了一些糟糕透顶的决定 结果造成国家的分崩离析 他为了建立政治联盟 竟然迎娶其他国家的公主 甚至有几百个 这样他把别国的神引进了以色列 也把崇拜这些假神的仪式带给了百姓 所罗门积累了极多的财富 建立了庞大的军队 并为自己所有的建筑项目 预备了大量的奴隶劳工 如果重读生命纪十七章 会看到神针对以色列要求 立王下国的命令 就能发现所罗门违背了 其中的每一条 在所罗门离世之前 他更像埃及的法老 而不像他的父亲大卫 接下来的章节讲述了所罗门的儿子 罗伯安的悲剧故事 他追随父亲 也陷入到对权力的贪婪和欲望中 他试图增加税收和劳工 于是在耶罗伯安的带领下 以色列北部众之派背叛了王 脱离犹大 建立了一个新的王国 结果 剩余的南部犹大之派出自大卫家族 以耶路撒冷为中心 建立统治 北部王国称作以色列 最终在撒玛利亚定都 为了跟所罗门造的圣殿对抗 耶罗伯安又造了两座新的圣殿 里面各放了一头金牛犊 代表以色列的神 这显然跟出埃及记第32章 金牛犊的故事有关 从12章起 猎王记开始同时记录南国犹大 和北国以色列的历史 两个国家各有大约20位君王接管王位 作者描述每位君王的生平时 都采用同样的标准 来衡量他们当时的统治 他们是单单敬拜以色列的神 还是同时崇拜其他的神明 他们如何对待以色列百姓中的偶像崇拜 还有他们是否像祖先大卫那样 遵守于神所立的约 还是说他们开始变得败坏 缺乏公义 根据这些标准 作者发现 北国以色列中没有一个好王 20个王中没有一个 由大国20位王中只有8位王得到了正面评价 由此引出了这卷书另一个重要的目的 就是介绍先知所起的作用 先知是以色列历史上重要的人物 在圣经中 先知可不是算命先生 他们是以色列神的代言人 监督百姓遵守神的圣约 面对以色列君王和百姓的偶像崇拜与不公义的事 他们大声呐喊 不断地呼吁以色列百姓 提醒他们谨守神的律法和诫命 他们向以色列人发出挑战 要他们悔改 跟从神 在列王纪的中间部分 神兴起先知向当时的君王追讨责任 最突出的人物是这里提到的 北方先知以利亚和他的门徒以利沙 先知以利亚在沙漠中活得像个野人 他的死敌就是以色列王亚哈和王后耶喜别 这对夫妻在以色列全境 推崇迦南人的神明巴黎 在这段著名的历史记载中 先知以利亚独自挑战450个巴黎的先知 要和他们比一比 究竟谁败的是真神 他们同时建造祭坛 向各自的神祷告 然而 只有以色列的神用火回应了祷告 后来 亚哈利用王权谋杀了一个以色列的农夫 只为了抢走他的葡萄园 以利亚再一次当面指责亚哈的不公义 宣告他的家必遭毁灭 最终 以利亚把先知领袖的地位传给了年轻的门徒 以利沙 以利沙祈求能得到以利亚双倍的权柄 引人注意的是 作者在这里重述了以利亚所行的七个神迹 然后又讲述了以利沙所行的十四个大能的神迹 显然 这两位先知都是杰出的人物 他们在历史上扮演着相似的角色 都敢于指责以色列王的偶像崇拜和不公义的行为 然而 他们都无法带领以色列百姓离开悖逆之路 接下来北国经历了一场血腥的革命 一个叫耶护的人摧毁了亚哈的家 尽管当初耶护曾被神呼召 但他滥用暴力 结果引起愈演愈烈的政治暗杀和叛乱 从此以后 以色列就走向了不归之路 耶护之后 政变不断 每位王都崇拜自己的神明 行不义的恶事 最终导致了列王纪下十七章的事件 邪恶的亚述帝国强势出击 一举攻下北国 首都撒马利亚城沦陷 以色列百姓被流放 散居在古代各个国家之中 第十七章是一个关键的段落 作者在这里暂停 没再继续讲故事 而是就所发生的事 进行了先知式的反思 他指出 北国被毁灭 起因于以色列百姓和君王拜偶像 背逆神的圣约 所以神允许他们承担自行选择的恶果 本卷书的最后章节 列王纪下十八到二十五章 讲述了孤立存在的南国犹大 在这里可以看到一些相当英勇的君王 如亚述大军逼近耶路撒冷大门时 西西加王对神的信靠 还有约西亚王 他在圣殿发现一卷早先遗失的律法书 读完之后 他就在国内做出改革 竭力挪出所有偶像和迦南人对百姓的影响 可惜 尤大国已经病入膏肓 这两位王中间还有一位马拿西 是最糟糕的尤大王 他不仅在耶路撒冷的圣殿推行偶像崇拜 还把小孩子当作祭物献给假神 所以神差遣先知宣告 时候到了 以色列民已经走上不归之路 本书最后两章记载了巴比伦帝国入侵耶路撒冷 摧毁圣殿 把以色列百姓和大魏后代都赶出圣城 流放异国他乡 故事到这里就讲完了 人们不禁要问 神是否彻底放弃了以色列百姓和大魏的后裔呢 这卷书最后一段经文 把焦点拉回到以色列民流亡之后的四十年 并讲述了一段奇特的故事 关于大魏后代约亚靖的遭遇 约亚靖原本在耶路撒冷做王 后来被掳关在狱中 巴比伦王把他放出来 请他跟自己一起吃饭 这段故事不长 却给人提供了一线希望 那就是神没有忘记自己对大魏的应许 那么神要如何实现自己对亚伯拉罕和大魏的应许 又如何赐福万国并建立弥赛亚的国度呢 要知道这些答案 请继续阅读智慧书和先知书 这就是列王纪上下的经意